哈嘍大家好我是刺乎 歡迎收看今天的跟著刺乎一起看 今天要來跟大家一起看的是 卡普空的4月特別節目 那這次的特別節目主要是讓我很期待 魔物獵人崛起的最新資訊 以及魔物獵人物語有發了新的預告片 還有他有預告說會講到關於戰鬥的部分 那戰鬥的部分到目前為止物語其實都還沒有公開 那一代的時候物語是採用回合制的玩法 不曉得二代會有怎麼樣的變化 所以這次的特別節目 我就很期待會有新的資訊可以公開出來 那我們就來一起看看這次的特別節目吧 OK開場一個舒服的音樂舒服的動畫 魔物獵人 他把那個崛起跟物語的畫面做一個穿插 然後做一個連接 Monster Hunter 4月特別節目 今天節目將會帶來 將於7月9日發售的 魔物獵人破滅之意的最新物語的最新資訊 以及發售好評的Monster Hunter Rise的遊戲更新資訊 OK我們贏打得差不多了 卡普空終於來了 破滅之意先 OK好好好 魔物獵人留在後面 壓軸 破滅之意的最新資訊 嗨 以前的火龍是沒有辦法飛翔的 哎呦 哎呦他要重新定義喔 火龍不對勁 追捕那隻火龍 騎手跟獵人 喔所以有分一派是獵人是專門獵捕魔物的 然後一派是騎手是騎乘魔物的 欸有巨獸耶 哇 巨獸居然在物語回歸 那是不是說明他可能會在 會在崛起也會回歸呢巨獸 戰龍 火龍 火龍釋放出了詭異的力量 喔這個這個獵人是會 懷疑這火龍的問題 有問題的火龍 我還蠻喜歡他這個劇情轉折的 哎呦所以那隻火龍可能真的會暴走喔 哎呦我蠻喜歡這個劇情轉折的 會讓我想要看 而且這個就是獵人跟騎手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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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設定會覺得做得不錯 豪華版 哎有追加神火接待員的服裝 哎這個的話就有可能會讓我想要買豪華版了 鹽洞可以獲得神火裝 那我們有買RICE的都有神火裝 7月9號 啊就只有這樣子嗎 他不是會講到戰鬥的部分嗎 我以為會有耶 感覺如何 還不錯 前作的角色會作為獵人方出現 強盪partner 所以主人公和行動 哼哼哼 神秘的騎手啊 我是不是擋住字幕了 糟糕 我把自己的位置調整一下 避免擋到字幕 前面就抱歉了 前面就抱歉了 對啊 覺醒破滅之力的 身影 會不會讓世界消滅 OKOKOK 有點期待劇情 系統 哎有有有有有系統介紹 所以看來應該是會有戰鬥的部分 他是RPG遊戲 戰鬥系統 有有有有有 這個我很期待 他應該不知道是不是還是保留回合制的玩法 OK進入戰鬥就是 是鳴雷系統 就是你碰到魔物就進入戰鬥 戰鬥 哎 所以可以針對部位打 從屬性 哦 找出弱點 OK 有效的 OKOKOK 可以針對部位打 然後可以針對不同的武器 比如說錘子打頭之類的 所以還是回合制玩法 只是 他有更多的 系統 哎 做得不錯耶 力量速度 那還是一樣 回合制玩法 回合制的RPG遊戲 速度克制力量 力量克制 技巧 技巧克制速度 翔克的關係 然後你就要看那個魔物是屬於哪一種類型的 對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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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前代是一樣的 我玩一代的時候也是這樣 針對特點的部位破壞 毒 毒妖鳥 騎手和 隨行 哦 共鬥搭檔 下一個 兩人兩獸的隊伍參加戰鬥 所以就是四個 共鬥搭檔可以發動雙重攻擊 主隊對戰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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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羈絆值滿了 可以發動 哦 騎手或是魔物技能 OK 要 總之就是不斷的狩獵 就是一起 一起狩獵 然後累積那個羈絆值 然後滿了之後可以發動 可以發動特殊技能就對了 還不錯 我蠻喜歡這設定的 就跟 跟當初有些地方蠻像的 在本作的戦鬥系統 你 ご期待ください 可是因為有些人喜歡 魔物人就不喜歡RPG 就這種 回合制玩法 哦 我自己的話是還蠻喜歡的 所以不排斥 會 會 會買 這我 我一定會買 7月9號全球同日發售 全世界 只是這我還沒有預購 到時候去預購一下 他可能訂那個豪華版 拿那個服裝 有何感想呢 嗯 我覺得目前看起來 是我是期待的 因為劇情上 有設計一個額外的不一樣的火龍 然後去把這個劇情做延伸 我會覺得不錯 而不是只有建立在 只有原先的 原先的那個魔物上面 啊 RICE的最新資訊來了 來來來來 目前公開只有霞龍 跟首領火龍 所以看看這次會有什麼東西 哦 有影片有影片 剛剛 剛剛 诶 那是 炎王龍 剛前面那個怎麼長得那麼像那個 啊 突然忘記叫什麼 诶 首領角龍耶 哇 哇 這個哇 這好帥喔 還可以鑽點 哇 首領火龍已經有公布了 啊 剛我的第一隻在飛的 那長得像黑石龍啦 突然講不出來 诶 在一般的地圖裡面打 為什麼 在一般的地圖裡面 可以狩獵首領 首領魔物可以變成 直接一般狩獵了 他 炎王龍 對著炎王龍 他不是不一定要擺龍才可以打的 首領可以直接狩獵了 那不就跟以前惡名很像 哦 鋼龍喔 剛剛那個飛的也有可能是鋼龍 鋼龍戰 有更多古龍可以打了 鋼龍是古龍嗎 我記得鋼龍算古龍 霞龍也是古龍 霞龍好玩 霞龍會隱身 隱形啊 诶 騎鋼龍打轟龍 诶這個蠻帥的 騎炎王 不知道能不能 不知道會不會出炎王飛 有沒有騎炎王龍打炎王飛 4月28 就明天嘛 讚啦 太好了太好了 明天打起來 啊你們看影片的話是今天 你們看影片的話是今天 對就是今天 就在今天 出了蝦龍 出了蝦龍 炎王龍 搞不好未來真的有機會可以出炎王飛 哇這個 鋼龍 對鋼龍 三大三隻鋼龍 喔好期待喔 三隻龍就代表說有三種不同的魔物 然後再來是新的 新的這種 首領魔物的話 也不曉得會不會有更多的那個 白龍武器衍生 啊對 首領魔物的 你看我剛剛是不是說首領魔物的一般任務 诶這個 這個有意思耶 這個有意思耶 不知道打起來怎麼樣耶 因為平常是在白龍裡面打嘛 他是直接可以接任務耶 然後新的武器跟新的防具 就是不意外 因為只要有新的魔物 就會有新的武器新的防具 這應該是炎王龍的 然後這應該是霞龍的 剛剛第一套鋼龍的 我猜 追加內容 還有追加內容 語音 姿勢動作貼圖 髮型 臉飾 BGM OK OK 這是付費追加內容 在額外買的 OK 你 能夠更改獵人外觀的獵人造型券 啊 每個人可以更改一次 他會免費發布 每個人可以免費更改一次你的外觀 我覺得我現在的很好看 所以我應該不會改 新增村長跟跟那個接待員的語音 喔!好好笑喔 欸這蠻有趣的耶 這蠻有趣的這個蠻有趣的可是 外觀裝備會新發售 OK 跳舞動作終於回歸了 貼圖 等下一堆人又貼貼圖追我 很煩 新的髮型 這個還好 這個我還好 欸!寵物服裝剛剛那個鸚鵡那還蠻有趣的 OKOKOK 反正就要買嘛 活動任務 所以欸這次會出新的活動任務了嗎 看起來是喔 有有新的活動任務 那這次還蠻多的 就是除了新的龍之外 然後還有新的就是 呃首領的魔物可以直接狩獵之外 然後再來就是 再來就是活動任務 那這樣就蠻多的 欸這樣蠻多的 這次更新蠻多的 4月蠻多的 啊開放獵人等級 開放到幾 是直接解放 應該沒有吧 是直接解放了嗎 透過累積獵人的rank 對對對對對 就是我們之後 原本是打任務的時候 慢慢升升 1-2-3嘛對不對 然後升到我們現在7嘛 然後之後就是你自己 你自己打的那個任務會算積分 然後這些積分就會幫助你 把這個 HR獵人的等級再往上升 只是那個等級沒有什麼用啦 喔有新的鬥技大會 現在的目前我都打完了啦 只是我沒有全S而已 就是我只有第一個S 其他都只有 欸藍藍 喔外觀裝備可以直接生產 唉唷那還不錯 外觀裝備可以直接生產 欸不錯不錯欸 可以生產外觀裝備 還不錯 那這樣子就不會因為混裝弄得很醜了 還會有追加新的武器衍生防具結花環 OKOK 只是他不知道那個護石的那個修正有沒有修正好 欸這次我覺得 我覺得這次卡普空做蠻多的 更新路線圖 MONSTER HUNTER RISE TITLE UPDATE VERGION 2以後 MADA MADA HUNTER M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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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服裝 就是服裝 神火裝 在物語裡面可以穿神火裝啦 喔 反過來 反過來的可以獲得什麼 對 反過來的可以獲得什麼 騎手裝備 可是我覺得這不好看欸 啊啊啊 怎麼那麼 啊啊 好發啊 我覺得那個騎手裝沒有很好看啊 我不知道你們怎麼覺得啦 但我覺得沒有很好看 OK 魔物理人物語 7月9號發售 好評發售中 破滅之音應該之後對他來說還會再發更多的資訊 到時候再看 敬請期待 好的 我會很期待的 那以上就是這次一起看的這個魔物獵人最新的資訊 那我自己對於這次的資訊其實我還算是滿滿意的 就是包含物語的一些戰鬥部分 他終於有公開了 那再來魔物獵人崛起的部分啊 其實我覺得可能會有些人覺得說這次公開的魔物 並不算到非常多 但是我覺得光是他把這個首領類的魔物啊 可以放到一般的戰鬥來 來打 我就覺得滿有意思的 真的滿有意思的 就是讓我們的狩獵變得更加豐富 那這些首領的會不會有一些特殊動作 我不曉得 那對我來說就很像在玩以前那個 魔物獵人Double Cross啊 魔物獵人GU打二名的那種感覺 就是有點類似的魔物 但是他卻有不一樣的動作 那打起來會更有趣更刺激 之後5月的話呢 關於新結局的部分 其實我自己也很期待 我不曉得大家對於這種卡普空 這樣慢慢推出的做法 有什麼想法 那以我自己來說 他這樣子確實有成功的 延續了這款遊戲的熱度 再來就是讓新手有更多的時間 可以去融入這款遊戲裡面 不會說一下子就塞一堆東西給你 導致新手就只有爬到最後面 然後就都在最後面玩 然後前面的時間 前面的遊戲啊 都沒有花時間去了解去認識 雖然說現在這樣子 對於一些老手來說 我們可能玩的會覺得 已經不知道要打什麼了 但是對新手入門來說 我覺得算是還蠻友善的 整體來說 對於這次他的做法 是覺得可以接受啦 那這次的更新呢 我也很期待啦 那之後呢 我一樣會直播找時間 跟大家一起玩 那這次的跟著刺狐一起看 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我做的影片 記得下次要來看喔 我是刺狐 祝各位遊戲愉快 請多按讚 請多按讚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